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 因為之前我們其中有做過問卷調查 有同學說想要比較炫一點的 像這個就很炫 因為在 之前有一段時間有沒有流行過那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星際 大戰 對不對 這裡面都有那個光劍 那麼我們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Videocompiler 這家公司其實是 Videocompiler很重要的 一個 就是那個外掛 還有一些素材開發的一間公司 他 出廠了很多就是AE的濾鏡 那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免費的而且都很好用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的 他的就是一個免費的濾鏡 那有Windows的版本也有Mac的版本 那所以你做光劍啊火焰啊能量球啊 這些這種比較酷炫的 效果的 我們如果你要在AE裡面 就是怎麼樣 塗髮鏈鋼去做老實講是非常困難 當然你也可以顛倒過來 把這邊做好的 可不可以拿回你的Photel效果來用 當然也可以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那你進到我們任務裡面 這邊 打開這個檔案之後 其實我以前就有錄好教學影片了 那我們先來看 各位呢 怎麼樣把這個濾鏡裝起來 在AE裡面 我們之前介紹的都是他內建的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 介紹的這個 Subber 這個呢你下載之後 它是一個壓縮檔 你可以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致詞它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安裝檔給你 你就點兩下 然後 同意 接著它會 自動幫你搜尋一下 你電腦裡面有哪一個版本的AE 像我們這裡面目前有2021的跟2018的 那其實呢 我們 就看你裡面哪一個版本 原則上大家應該是比較新的 所以我就裝到這邊來就好 萬一萬一真的 你電腦裡面 它找不到 你也可以直接選擇這個直接指定 你那個 安裝版本的路徑 好那我們現在找到就沒關係 下一步 一下就好了 其實 很多的濾鏡他就只是扣到那個目錄一下而已 所以檔案其實還蠻小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呢你已經先把AE打開了 你一定要先把它關閉 也就是說呢我們 AE的部分 如果你有 安裝新的濾鏡 必須要在他 還沒有打開之前先裝完 因為呢 他在 開始 執行的時候會做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沒有 在那個時間先做完 你會發現在這邊找不到 那麼 我們安裝完了之後我怎麼知道有還是沒有 我可以先開一個空白的 我們呢 我們呢 再開一個空白的 圖層 好 你可以找到這邊 特效裡面 你會多了一個 這個是他們公司的 有沒有 就是這個 名稱 那麼 他裡面其實有很多個 我們現在只裝了一個 所以就是 在這邊 這樣就有了 好不好 麻煩各位呢 你先把這個 免費的濾鏡 把它安裝起來 記得喔 如果你AE已經先打開了 請你重新 裝完之後 再把它怎麼樣 重新打開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麻煩各位一下喔 好